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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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啊 放手啊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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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ieved 小妮 快 去 小心 小鬼, 小鬼, 小鬼 小鬼, 小鬼 小鬼,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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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大师, 你放手吧 放手啊 大师 大师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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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小心 哥 上 走 上 好, 走 別走, 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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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看着我俩脑子 走 这下伙没错了吧 这下伙没错 烦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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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大人 天已经亮了 把少林秃驴和那些倭寇全部一起给我灭了 是 看你往哪儿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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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更何况 你的人 已经没有价值了 知道吗 给我炸 给我拼命地炸 快走 你把烘瓶少林寺 快走 首领 首领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金天秋 我希望你能把我带回东营去 不要 首领 不要我 不要 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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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大爷怎么回事 不知道 好像是南少林的 看他们的样子 不像 给我护 护 武王 首领 虎儿 不许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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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阿弥陀佛 孟四杰 已经死在我的手上 现在轮到你了 我出家修行 以为自己淡泊适世 一切恩怨以兵化水解 看来我错了 对你这大和之兄必要跟宠 不然佛祖都会怪罪 我已经灭了一个北少林 难道还灭不了你南少林 邪不胜正 师兄 让我先来会会他 师妹 让我来了绝这二十年前的旧账吧 我们师兄弟真是有缘 从你离开北少林那天起 我们就不再是兄弟 只有血海深仇 快走 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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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救 救救 救救 阿弥陀佛 快點 你快走 师兄 还急 师太 别管我 去帮弟子们 大师兄 大师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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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閘子 小閘子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你没毒 小心 我同大宝是炸不死的 炸不死的 同大宝 我同大宝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炸不死的 环玉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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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师妹 黄丛容 我看你也去陪你的师妹吧 童大宝 气少胜在这里 臭小子 你尝尝 晓年 你尝尝 福 好 走 走 走 我通大宝 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我通大宝 天下无敌 小兔崽子 你还活着 天下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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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犬背腿 对 产武合一 我通大宝 我通大宝 天下无敌 怎么回事 通大宝 残害百姓 突进天下苍生 今天我要替天行动 七少兆 皇妃宰了你 我通大宝 依然是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通大宝 依然是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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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拧下你的脑袋 谁要担心 闭待一次 anonym 我准备那些被你害死的人 你完了 师妹 法证杀了佟大宝 你可以放心地取了 阿弥陀佛 法证 你带领师兄弟们还俗去吧 师父 顶尊七级光将军还在等着你呢 佛在我心 我记住了 师父 我们永远都是南少林的弟子 匡扶正义 抵抗外敌 任重道远 少林缠武精神 还需要你们去民间发扬光大 法证 法境 法能 三角 法明 你们记住 只要心中有佛 在家还是出家都不必拘泥行事 法境啊 师父留不住你了 可是师父 我还没选好呢 你悟性很好 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好了 你们下山去吧 各位师兄听师父的话 一路走好 这里有我武凡在 一定能保护好南少林和师父的 主兰 法政 我把他们都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带好他们 师 师父 师父 我可不走 我还等着长大受戒 当大法师呢 我也不走 我要留在塔林 看守师太一辈子 法爷 谁敢说不走 用法杖打出山门 是 师父 好 金刚经里有一句话 叫做 因无所往而生其心 心本物境不可停留在一处 这就是你们迷惑的所在 何为见性成佛 你们还需好好地去领悟啊 因无所往而生其心 心境 国土境 法政 你带他们下山去吧 众位师弟师兄 请留步 请受小妹一拜 小妹一拜 法政 法政 你要保重啊 你永远是我们的兄弟 小妹 这个偶尔送给你 他会保佑你和师兄白头到老的 谢谢 你们多保重 我走了 我走了 法靖 法靖 法明哥 我好喜欢你 你不要忘了我 我好喜欢你 法明哥 我也喜欢你 我不会忘了你们的 法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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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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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去哪儿 红莲姐姐 红莲姐姐 快走 快快去 什么事 快去啊 红莲姐姐 你怎么来了 白鹤姐姐和其他姐妹呢 我是来给你送新娘子的 好 请 弹智 因缘讲究的是一个圆字 两个人相遇在一起也是一个圆 这里有这么多新娘 你呀只需选一个 选中了你可不能后悔啊 姐姐 这 我 你过去吧 过去吧 我 不是这个 我 小妮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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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会叫你离开我 太好了 你让我下来吧 别动 我背得动你 怎么了 大汉哥他 你还是让我自己走吧 你 别任性了 还是让我送你回紫云安吧 紫云的师兄们为了救我 死伤那么多 比起他们 我这点伤算什么 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他们吧 小妮 我 我对不住你 我对不住你 潘志哥 你不要这么说 你没有对不住我 你真的 真的要出家 你是个好姑娘 脚下的路还很长 你不要再说了 小妮 你也不住我 你也能生活下去 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给不了你幸福 也许明天 我就会死在佟大宝的手里 不要受死 否则他一定会保佑你的 你让我说下去 你也要振作 你不要因为我 而失去你的幸福 小妮 法政 法境 三角 法明 法能 你们几个擅自下山 按司规当逐出寺院 师父 请不要赶四位师兄下山 是我一个人犯规在先 他们是为了救我才下山的 先犯后犯 一律出发 师父 我犯错之错 一定改错 你为什么不要赶我下山呢 师弟 我是他们的长辈 放他们下山的是我 该罚的是我呀 逐出山门的 应该是我 师父 没有长老的责任 一切过错和责任 都是我 师父 是我的错 饶了我们 饶了我们吧 你们以为这样 可以罚不至重啊 师父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 你们别着急 师父还没说怎么处罚你们呢 我念你们拯救人命 从庆发落 从庆发落 在 打他们二十法杖 送达默奴 师父 师兄 师弟们甘愿受罚 可是 叫你打就打 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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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法杖还不把人打死了 师父 你想想 师父 和法证师兄 正有心病 指账师兄 各个力大无穷 那一仗下去 还有轻重啊 你说的也是啊 我怎么偏偏要打法杖呢 对啊 师父如果真的要从轻发落 就应该让几位师兄 回草房好好练功 再罚送 班诺经一千遍 一万遍也行啊 偏偏要发二十法杖 你快去跟法院讲 一定让他们轻点打 千万别把他打坏了 弟子明白了 回来 这话只能对法人一个人讲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去吧去吧 师父 霍玉师台来了 正在方丈室等您呢 好 知道了 给我狠狠地打 打 打 大师兄 大师兄 使劲打 你正事不办 你不想办法去对付佟大宝 却去惩罚自己的弟子 你就这么忍心狠狠地打他们 师妹 二十法杖打不死人 你连一法杖都不想挨的 师父 师父 不得了啊 大师兄他们真往死里打呀 怎么法院他们真打 师父是没看见 大师兄他一定是公报私仇 他们就这么实际抡着打呀 你都看见了 这还有错 刑房里面像杀猪似的叫到豪惨 法庄师兄他们一定都给打坏了 哎呀 这个法院我不是跟他说了吗 怎么下手还这么重啊 那我去看看 师妹师妹 还是我去吧 法庄 你怎么样 好 大师兄 谢谢你 我没事 小妞已经回到紫园安了 你就放心了 师兄师兄师兄 师父来了 快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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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我怕的才对嘛 哎呀错了错了错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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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怎么了得 哎呦 哎呦 发正 他们打坏你了吧 哎呦师姑 你告诉师姑 他们打伤你哪儿了 没事儿 你让我看一看 让我看一看 打伤哪儿了 没事没事没事 让我看一看 不要紧打不要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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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妞 在 把他们押回大魔洞 面臂思过 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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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像这个打得舒服 三角 是不是还没挨够 我再打你一下怎么样 睡觉 三角 你就欺负我 行了行了 睡觉了 嘟臂 睡觉了 睡觉 这叫怎么睡 什么怎么睡 就像原来一样睡 真是 可如今 还能像原来那样睡 就怪了 我说兄弟 我看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算了 平常心即是佛 你现在需要的就是一颗平常心 我不是佛 我就知道男女有别 原来不知道底细 也就罢了 可现在明白了 怎么还能男女同事呢 毕竟男女有别嘛 那红船上不都是些女人吗 你怎么就可以在船上呆着呢 兄弟 佛祖普渡众生也不分男女 你还把他看成个女子 说明你还没有脱落身心 三角说得对 只要大家做到身心脱落 舍弃早逆 无心即佛 好了好了 睡觉了 睡觉 睡觉 来来来 你脱衣服啊 干嘛 给 不好意思 睡觉了 你 发正师兄 你在想什么呢 我什么都没想 你是不是 在想小妮落发出家的事 睡吧 小妮呀小妮 发正既然劝你不要出家 那就说明他心里有你 你又何必应了坚持呢 是他 我不想成为他的包袱 可是一旦薛法 就再难复得 你不后悔 小妮 你还记得 善童长老为你开的一剂药方吗 叫耐心七分 你明白吗 七少政现已现身南少林 我要铲除南少林寺 大道君若能助我一臂之力 剿灭了南少林 福建的通商权就是你的了 童大人能说话算数吗 大道君你忘了 我们可是割发蒙过世的 童大人的兵马三天之后三经前 大道君能赶到南少林吗 一言没定 有您这句话 大道也绝不会让童大人失望的 过几天我们会在南少林供饮庆公交 供饮庆公交 告辞了 书不远送 请 童大人 你真的相信大道圣雄能铲平南少林 重商之下必有勇夫吗 童大人 真的轻易要把福建送给大道正雄 我要给他来一个一石二鸟 一石二鸟 一石二鸟 你砍这些竹子不是要造兵器吧 你怎么知道我要用它造兵器啊 造兵器 我是瞎猜的 你没听说过吗 当年你父亲带兵抗击倭寇时 就是用这毛竹造了一种专门对付倭寇打刀的兵器 父亲用我的兵器 没错 七将军造的这种兵器名字叫狼贤 狼贤 狼贤 张老造兵器是为了对付倭寇的大刀 对啊 这个杆子要圆化 顶端三尺枝叶要留着 拿这个扫地还差不多 用这个竹杆子真能对付倭寇的长刀 你不信 等造好了一事便知 哦 大概是你师父又在砍竹子了 我们师父也来了 师父也来了 咱们去看看吧 走走走走 师父 师父 你也要做狼贤啊 是啊 那要造多少啊 狼多当然要多造些了 来来来 咱们也砍啊 来来来来 师兄啊 你这人就是这样 这么大的事事先也给我打个招 来来来 这是力气活 女人怎么能干 女人怎么了 咱们比试比试 好 又来 我们师太呀 就是不想让男人小看了 我师父是疼师太 你敢不敢和我比啊 我跟我师父一样不敢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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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好不好 好就不见了 想不想我们拿 想不想我们 就是啊 好久没见啊 我们可想你啊 也不过来看看我们 怎么样 你们注意了 现在这狼血没有毒 到对付窝寇时 就会涂上剧毒 大家要小心了 现在 可以操练了 好 大家听着 现在需要有人假扮倭寇 以便于有利实战 我不当倭寇 我也不当倭寇 那我来当吧 不就是假的吗 也成不了真倭寇 来 我来做我倭寇 谁来做我对手 我 小妮 这里没有小妮 小妮 我 祟祢法号子云 小妮 小妮 这只眼睛不是真打 眼睛就是实战 听到真枪 没有半点续讲 小妮 你听我说呀 小妮 你已经死了 你 我就是窝寇 快点过来 谁敢出来 谁来跟我打 我看不见了 你爹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你 看看不见你 你还看不见 你死了 法能 你看清楚点 我可不是鬼四郎 鬼四郎 少废话 我要杀了你 法能 我可不是鬼四郎 我可不是鬼四郎 你看清楚点 法能 我一定要杀了你 你看清楚点 我可不是鬼四郎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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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能 你疯了 法能 救命啊 法能 法能 快起来 法能 你看清楚 它是法明啊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法能把我当成鬼四郎了 法能 你动错了 法ens 尊敬方丈IV 我们从日本来南少林求学禅礼的 法尼佛 笔四 欢迎来自扶桑的高僧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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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尚 洞山师父的法号 让我想起了唐代东营高僧 名叫洞山梁驾 巧合 实在是巧合 洞山梁驾有一句很出名的蝉语 是什么来着 西天 我们东营有这么个和尚吗 好像有 笨蛋 干嘛给我起这个名字 宝敬三昧这本四言诗集你们都读过了吧 我想起来了 方丈所说的 是不是于堂国师写的 诗集就是洞山梁驾的九十四句诗 是啊 方丈说的我不清楚 可是我听于堂国师说过 佛法本来没有什么 吃饭 穿衣 吃茶罢了 这吃饭 吃饭又穿衣 其中蕴含着很深刻的禅礼 于堂国师是说佛法原本没什么特殊的秘密 和我们平日喝茶 吃饭 穿衣一样平凡 好 两位师父远道而来 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对不起 方丈 我们是来求学的 还请方丈多多关照 阿弥陀佛不必客气 两位师父 请 师弟啊 我可又闻到了一股鬼气啊 非要叫洞山这么个名字 可见真是自找苦吃 我以为洞山是个可敬的僧人 也以为中国和尚 未必就知道洞山梁驾这个东西 哼 他们懂的东西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尤其是那个袁兆老和尚 以后 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要学他们 我们要好好地研究研究他们 对了 那本《四言诗集》和洞山梁驾 到底是怎么回事 洞山梁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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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那就快点吧 原来宝敬三妹就是这个老和尚收集的 共九十四局 其中一句是 前行觅用 如鱼如鲁 这是什么意思 前行觅用这句诗呢 是指暗中行事而不为人知 但不是让你作奸犯客的意思 作奸犯客 这好像是在说我们 这是书上说的 它是指每日言行要守本分 绝不能过分炫耀 不要再念这些东西了 它与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如鱼如鲁中的鱼和鲁呢 都是鱼的意思 这句话教导产者 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像愚蠢的人 因为这才具人生的真实性 这和日生于东方 而日落于西方的宇宙法则是相同的 你不要念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首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 我只想抓到七少镇 首领 我们要想瞒过他们 我们就得学会这些 否则是会露馅的 把干 快来 快来 快帮帮手 什么扁豆 什么 总之最好的菜 你帮我多摘一点 师兄 这是要找点什么贵宾 你们不知道吗 今天来了远方的客人 客人 不是从京城来的吧 京城算什么 人家可是从福萨来的 没错 不如我扣 他们说的没错 好像是几个日本和尚 方丈说让我们好好的款待他们 可是我们四里也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的 不过做点摘菜给他们吃吃 还给他们弄菜 师兄 你们需要什么尽管说 我们有的都给你们 好好 弄点水果啊 好好 好 快去 还有水果 快去 很多人和尚嘛 师傅干嘛对他们这么热情 这还用问 你一直帮吧 干活 切 走吧 很好 真的很好 好什么好 没有肉 没有酒 这算什么东西 少林 我们平日吃惯了肥膩 现在尝一尝中国寺院的素斋 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齐田 你是不是中了什么邪了 少林 不就是吃饭吗 不知为什么 自从我进了南少林寺的那天起 我就觉得心神不宁 你说为什么 少林 也许我们做了个错误的选择 胡说 好 少林 怎么办 请进来吧 河野小姐 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啊 河野小姐 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 我们又见面了 你真是胆大抱天 居然混进南少林 河野小姐敢做的事 但是我当然也不怕 你想在这里捣乱 真是妄想 河野小姐 你也是日本人 我们就一起合作 对付南少林吧 你真卑鄙 如果你要是不乖乖的听话 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你们想威胁我 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你们就别想得逞 你别忘了 你母亲的生命还掌握在我的手里 要不然 我就想方丈告发你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很简单 夜深人静三静的时候 你把山门打开 把我们的人放进去 即使我帮了你们 你们肯定也成功不了 因为 你们根本就不是南少林武僧的对手 河野小姐 你不要太小看了我们 只要你真心帮我们 你会得到应有的奖赏 要是你出卖了我们 你应该知道 我们就和南少林同归于尽 你相信吗 我相信 像你们这样的人 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你的武器很好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等到三静天 你把山门打开就行了 你现在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 天黑的时候我在这等你的消息 你 顺利 我们真要在今天夜里采取行动 不错 妈妈 我该怎么办 魔鬼就在我身边 他们就要对南少林寺下毒手了 妈妈 花子绝不是胆小鬼 可是 为了你的生命安全 我 我却不敢向方场揭露他们 妈妈 你说 我如何才能去制止这场罪恶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曾经说过 在我遇到危难的时候 小偶人会保佑我的 小偶人啊小偶人 你一定要保佑花子 发静 发静 在求小偶人哪 你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师兄 把真相告诉我 师兄 昨天寺里来的那几个日本和尚 根本就是倭寇 倭寇 师兄 我 师兄 我该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告诉方丈 可他们用妈妈的生命来威胁我 卑鄙 他们今天夜里 要偷袭死愿 真的 他们要我三几天打开山门 放他们进来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想去告诉师父 可是我不敢 如果师父 他知道我是女人 而且是和窝寇撑同一条船来的窝人 他会怎么看我 我明白 我已经无法在寺院里待下去 我还是去找师父说明白吧 发静 我们一起去见师父 走 发静 发静 你们站住 你敢投进我们谈话 发静 你这事瞒着我就不对了 难道你还没有把我当成你的生死朋友吗 我只知道你是个女人 但我还不知道你是个窝人 其实 自从我知道你是女人的那一天起 你就该完全相信我 发明 窝人 窝人也是人哪 那有什么 发明 谢谢你 不过 你是窝人这件事 现在跟师父讲 那是不明智的 可是不能因为我自己 而是整个寺院陷入危险之中 发静 你听我把话说完 发静 你好好想一想 即使 你如实向师父坦白一切 这种事情 师父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师兄们会感到愤慨 尤其是法能 如果他不肯原谅你 那 那你怎么办呢 你来南少林是学习武功的 现在被赶走了 功夫岂不是半途而废了吗 发明说得有道理啊 可是我们能怎么办 今天晚上窝客就要动手了 反正你别急 反正你是窝人已经是事实了 现在只有你知我知 还有他知 绝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我们可以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倒有一个办法 华明 你先回僧房 千万不要睡觉 要面不露塞 让师兄们也不要睡觉 以有动静 马上带师兄们出来 好 我办事 你们放心吧 快去 好 这边请 方丈居然也这样辛苦 这是我们出家人每天必须的作物 何为辛苦 这叫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身为僧人 不可不劳而获 不可夺人所好 要自食其力 这就是说 出家的人不劳动 就不可以吃东西了 你理解错了 身体的劳动成为作物 我们出家人劳动 不是为了生活 而是为了作物 作物是为成就佛的心愿 既然如此 作物会使人感到幸福 一日不劳动不作物 再好的食物也无法下咽 方丈真是令我敬仰万分 东山师傅非常敬重您渊博的学识 晚饭后设下茶道 请师傅过去讲禅 望师傅一定赏脸光临 好 到时候我一定去 四弟 一天夜里 五祖法眼陈时和他的三个弟子 回寺院的路上 手中的灯火突然被风吹灭了 法眼立即问弟子们 你们悟到了什么 灯火灭了 自然要多看脚下 不然走不好路啊 灯火灭了 还能看见脚下的路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嘛 师傅你看 夜里三更要防窝寇袭击 寺院里有内应更需防备 我看过了 好像没有人 师兄 我得去客房和洞山和尚 喝杯茶 下两盘棋 现在天色还早 你先闭上眼 痒痒神 恐怕有人是 有眼无珠啊 五帆 陪师傅跟客人下棋去 我真不明白 这都什么时候了 师傅还有心下棋 五帆 你忘了带棋盘了 起来起来起来 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 你别吵别吵睡觉了 怎么还在睡啊 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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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起床 三脚救你还在睡 喂 你办了一天的窝寇 你还没有办够是不是 神经病 你们敢不敢跟我打赌 如今我法明修炼的道 比你们高 吹牛吧 你 你拿什么来证明 你比别人高啊 不比不知道 一比就知道了 如果我输了 我请你们吃大餐 怎么样 法明行了 你那点本事谁不知道啊 你还是早点睡觉吧 睡觉 我们就比 今晚谁不睡觉 如果谁睡着的话 那就是修炼无功了 这算得了什么 我做两夜都没事 可是我不做 笨蛋才会上你的当 要不然咱比讲笑话 如果谁的笑话 让我法明笑的话 那就去睡 如果我不笑的话 那就继续讲 你来给我讲 你要是把我讲笑了 我们大家 就都一夜不睡 一言为定啊 从前山里有多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山后有座庵 庵里有个老尼姑 别讲了 别讲了 我们就是一群和尚 和尚的事情有什么好讲的 这怎么讲啊 从前山里有座庵 庵里有个小和尚 山后有座庵 庵里有个小尼姑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 老尼姑换成小尼姑 坏了坏去还是没头发的 还是我给你讲一个 老道士和老道姑的故事吧 哎好啊好啊 哎如果你把我假笑了 我就去睡 如果我不笑 大家都不要睡啊 听着啊 从前呢 有一个老道士和一个老道姑 他们呢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小情人 哎呀三角 你讲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哎 老道姑是谁 老道士又是谁 这你都听不出来啊 那老道士就是我呀 哎 那老道姑是谁啊 还没生出来 我没笑啊 大家都不要睡啊 好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那你讲吧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个小房子啊 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小小老太太 每天走路 自个儿先睡着了 三角啊 我觉得法明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你管的对不对劲啊 咱们先睡觉吧 哎呀 你这人一点都没脑子 你就没发现 法证和法境 今天晚上一夜没回来 准是背着我们干什么去了 对呀 真有点不对劲啊 哎 哎 发明 发明 你快醒醒 发明你醒醒 你得让我睡一会儿 窝口还没来呢 急什么呀 嗯 窝口 喂 喂 什么窝口 窝口 窝口今晚要攻打少林 你们不要睡啊 奇迹寺院 他不会说梦话呢吧 是法证和法境吗 长老师父他 师父他 他去和日本和尚下棋去了 啊 这太危险了师父怎么 化解邪恶与杀心 需要很大的佛心和智慧 你们的师父之所以这样做 那是为了救人哪 这种恶人也需要拯救吗 恶人才更需要拯救 日本茶道讲和敬清记 你们的师父他应该去啊 可是那些人绝不是讲什么和敬清记的产者 啊 你怎么看呢 我担心他们会对师父下毒手 法经 你有些太天真了 其实 你心里比谁都明白那些人的底细 可你没敢说出来 你的师父 连恶魔都敢拯救 难道拯救不了你吗 长老 我 我的事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 你们提供些什么 没什么长老 你们明明在说话 还敢说没有 我 长老 法经有事要求你 法经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个懂日本话的人 啊 长老 你既然这样精通日语 一定懂得日本茶道 长老 我 你懂就懂 不懂就不懂嘛 长老 我懂 懂就好 长老 您是不是觉得我不是中国人啊 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这有什么关系 我只知道你懂日本话而已 长老 可是南少林寺 没有一个和尚是外国人 这又何妨 你法经如果真是外国人 那不就是南少林寺第一个外国和尚了吗 多谢长老宽恕 可我 我是个窝人 哎 窝人也是外国人 法经 你大可不必担心 只要你是个男人就成 法经 你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 现在就给你师父表演一首茶道技艺 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多谢长老关照 多谢 我吃酒去 谢谢 我人就是虚伪多礼 快去吧 别让茶凉了 哎 法政 你留下来 长老 我留着干什么呀 啊 我先睡一会儿 等到三更天 我还让你帮我开山门呢 长老 打开山门 不正好让窝寇有机可乘吗 你怎么知道窝寇要来 我 我要来个开门引狗 再关起门来打狗 哎 法经 你怎么还不快去 哦 我这就去 哎 别忘了给你师父拿点点心 是 法政 时间还早 睡一会儿吧 千万别闭上眼睛 你在读什么书 这是关于佛祖的书 你 八个 生死存亡的时候 你还有心读书 太不激励了 首领 佛法无边 他们有一种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是一种难以战胜的东西 哦 依你之见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在为方丈举行的茶道上 以表示和平意愿 然后撤出南少林 嗯 和平 茶道 是个多么好的主意啊 啊 首领 我们不应该再流血了 哼 我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东西 迷住了你的心窍 首领 佛禅的精神是很动人的 这和我们大和民族的五十道精神是根根不留的 西天九 你到少林河边与鬼思郎会面 告诉他行动提前到二今天 为什么要提前呢 你真的相信和也华子能与我们配合吗 哦 我明白了 可是山门由谁来开呢 我会亲自带人去打开的 少林 这招极可要三思而行啊 西天九 我会来个趁虚而入 攻其不备 七少镇 袁兆 就会成为我的网中之云 少林 少林 方丈来了 好 东山师傅 老那听说东营人棋义很高 所以带来了棋很想与先生品差对异棋盘 方丈要和我下棋 请东山师傅不吝赐教 我当然愿意了 西田师傅 我们也一起切磋吧 你还是个很好的翻译吧 好 东山师傅 请 请 那我就借贵司一块宝地略微布置一下了 只是我连一套茶具都没有找到 东山师傅不必客气 其实日本的茶道和我们的品茶有很多相似之处 主张茶佛一体 你们的品茶虽然与我们的茶道有相似之处 但是中国的士大夫似乎更加满足对茶的品味与把玩 以完赏的态度追求饮茶的乐趣 尽管他们最早提出了茶佛一体的见解 但真正融入产理的却是我们日本 日本的茶道的确有许多我们所不及的长处 请 不过你们太追求仪式 而我们则更注重品茶环境的自然与真实 方长说得很对 日本的茶道如果离开了草棚便像失去了场所 也就没有那种味道了 所以在我们看来 这真山真水 仿佛更能品味茶佛一体的那种境界 方长说得很对 请 好 好像日本的茶道在开始之前是要先看炉中的火像 方长 对我们的茶道也很精通 饮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茶道中所信奉的和静清记的境界 不禁让我想起了日本茶道大师千里修先生 本人也很敬仰千里修先生 当时是日本历史史听时代后期 也就是我们的战国时期 乱世英雄之田信常为了统一天下 大兴茶道 因为茶道中的和静清记 是招负民心的精神力量 为了这一目的 怕广集天下茶道大师为己用 千里修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他的门下 哦 方长对我们的历史也很熟知 请坐 千里修先生一生追目和平反对战争 然而从另一方面 军阵法争霸的战争与茶道的合静格格不入 这对于千里修先生来讲 他的内心极为痛苦 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剖腹自枪的方式 维护了茶道的圣洁 方长 请喝茶 请喝茶 师父 请喝茶 的 然而是 快去喝茶 他们中的 采访 方长 几岁 董山少林寺还有日本女子 佛都众生不分男子女子 何叶小姐 我并没有请你 东山师傅 您这里不正好缺一位懂得煮茶的人吗 岂有此理 我却饶不了你 东山师傅 茶道讲究何尽清记 何叶华子很懂茶艺 就请他来为我们主持茶道吧 有茶无奇 太扫兴了 老衲很想请教一下东山师傅的奇艺 吴凡 拿起来 是 两位师傅 我给你们带来了点心 就请先品尝完后再下棋吧 好 太好了 东山师傅 请 好 你出卖我们 是的 少林寺后山的野蘑菇是不会有毒的 你就放心的吃吧 你不知 吗 好 太扯了 老衲儿 你可就全军覆没了 方丈 你还是不要逼人太甚的为豪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呀 以老那看 胜败乃棋局常事 不如下个平局 免得全军覆没 你连老本都丢了 那就太不值得了 方丈说的对呀 这盘棋难免是败局 以和为贵不失明智啊 不 这盘棋还不算完 首领 你太固执了 放开 闭嘴 首领 你不要再坚持了 东山师傅 你的黑棋已无路可走 我看你就别白费心急了吧 首领 方丈一网看一面 你就认输了吧 这符合查到精神吗 来人 人兆方丈 实在是对不起了 我也是被逼无奈 大道正雄 听老那一句奉劝 还是赶快带着你的人离开这里吧 除非你跟七少政一起跟我走 我劝你还是两手空空回家的好 不要贪图别人的东西 我是不会空着手走的 你能挑走九连山吗 你把他挑回家去好了 我这个人不懂的什么叫参禅 我只知道政府 大道正雄 你什么也拿不走 我跟你们同归一斤 不要 首领 你不要这样 混蛋 我杀了你 大道正雄 你懂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理吧 这是你走出九连山唯一的选择 你想让我投降 少领 有佛为我们指引 我们为什么要自觉呢 谢谢方丈的大慈大悲 愿你能真心向善 为了感谢方丈的慈悲为怀 我要向方丈交代一件事情 在你们中间有我们一个奸细 他就是我们的内应 我不是你们的内应 师父 我不是奸细 要不然你问问他 他是不是中国人 不许你血口喷人 我是问人不假 可是我不是 我不是我口的奸细 我这可是为了立功赎罪 方丈 好 送客 方丈 我 他的事我会处理 请吧 师父 我 我是女人 是卧人 可是我绝对不是奸细 师父 你处罚我吧 法经 臣有你的 我早就觉得你不该是个男人 不过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多亏上次发言没打坏你的屁股 师父 师父 你宽恕我了 谢谢师父 谢谢 方丈 不好了 大道正兄突然出手 伤了两名僧人往外跑了 你 法政 方丈 我服慈悲义成恶 法灵 告诉法言 开门引狗